大家好,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世界文明的滑雪聖地二世谷 那我現在身後,我今天晚上要坐在後面這個日本的民宿 那我搜尋YouTube上面,很少人介紹日本的民宿 但是我覺得日本的民宿非常的有特色 如果你是一個背包客或者是很想來認識日本文化 我非常建議你來住日本民宿 那我後方就是在安阿普利這個滑雪場附近的一個日本民宿 那這種民宿呢,通常很多都是一破二十 那早餐跟晚餐吃的料理其實都非常的豐富 而且價位上其實是蠻划算的 我會在最後公佈這個價錢 之後我的影片也會常常介紹北海道的民宿 那這種民宿通常都非常的有特色 那料理好吃 那這些屋主都非常的親切 而且幾乎都會跟這些房客聊天非常的健談 所以話不多說,我們就進去Check in 我現在外面好冷,我好餓喔 然後一進來這邊有一個餐廳喔 那就是我們晚餐早餐都會在這邊吃喔 其實空間都蠻大的 那當然有衛浴啦 那我要跟大家強調一下喔 這種日本的民宿啊衛浴都是共用的 如果你不習慣跟人家共用衛浴喔 那建議你去住飯店啊,不要來住這種日本民宿 那我就直接帶大家去參觀一下我的房間喔 因為還是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今天投訴的旅客只有我跟另外一個日本人 所以這個老闆很好啊 直接安排我住進一個單人房 這就是我今天入住的房間 雖然空間沒有很大 但是你看一個單人床喔 還蠻溫馨的 這邊放了蠻多日本漫畫的 那今天主要是因為投訴的旅客很少 所以老闆給我單人房一間 但是如果今天民宿很多人呢 那你就要可能跟其他人住在一起喔 那其實空間都蠻大 然後這邊都會敷這種床單啊跟枕套 然後你鋪在上面喔 就保持一個衛生喔 如果是你一個女生來投訴 你不用擔心 那這間民宿呢 男生女生會分開住喔 你不用擔心你會跟那個男生住在一起喔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家族啊 如果比如說你有四個人 那他應該會幫你安排在同一個房間喔 耶 乾杯 你看這個就是民宿當我們準備的晚餐喔 總共有六道菜喔 你看超級豐富的 你看這個有沙拉 然後就有一個火鍋料理喔 你看還有一個魚料理 你看看起來是不是整個擺盤也是像餐廳煮出來的 然後還有一個狗人湯喔 1 2 3 4 5 6 六道 還有一個小菜 真的是超級豐富 我覺得這樣的菜色在外面的餐廳 至少2000塊日必要喔 那我就要開動囉 開動囉 這個不只擺盤好看啊 這個魚肉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吃 然後這個火鍋料理還有一個餃子喔 我真的真的覺得非常的好吃 其實我在北海道住過很多的民宿 到目前為止呢 沒有一家的料理有讓我失望過了 那我二月的時候會去到東喔 去自床那邊做一個攝影宣傳 那我會去住一些民宿跟飯店喔 到時候跟大家介紹喔 在影片的開頭我有說過啊 開這種日本民宿的Owner 大家都非常的友善 都會出來跟客人聊天喔 但現在是因為疫情問題啊 大家盡量減少交談 所以現在Owner上比較少跟我們聊天 但是如果要疫情結束呢 這邊的Owner都非常的熱情 我去年就來這邊住過 我們幾乎就是吃飯邊聊天 然後晚上八點還有一個喝酒會 然後只要兩百塊日幣 我記得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是喝到飽 然後民宿的主人 都會在這邊跟我們閒話家常 那個感覺就非常的好 然後就一種非常在地的旅行喔 如果你想真的體驗一種日本的在地旅行 你可以試試這種北海道民宿 我覺得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然後這邊是民宿的客廳喔 那如果沒有疫情的時候 晚上八點有喝酒會 你會住在這邊所有的房客都會下來聊天 喝酒喔 那費用 我記得錢點是兩百塊日幣啦 反正就是一個很小的錢 你完全不會care的一個金額 那這邊的Owners就會跟你聊天喔 當然前提你會日文比較好啦 那因為這邊是二四股 這邊的日本人多少會講一點點日文喔 那你就是用一點點的英文或日文跟他們聊天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開心喔 那我剛剛也跟這個Owners聊天 用我很破的日文也跟他聊了差不多二三十分鐘了 那等一下他要 就是介紹我附近有一個非常好的溫泉 說還可以游泳 那我等一下去那個溫泉那邊洗澡 民宿的老闆推薦我來這一間湯心提泡湯 然後他給我一個普碰券可以打著喔 那我就去看看裡面的泡湯設備好不好喔 啊 終於泡湯泡完了 非常的舒服喔 他有一個露天的戶外池還蠻大的 然後可以看到雪景喔 那這邊如果沒有使用優惠券是一千塊日幣 剛剛民宿老闆給我一個優惠券就變成六百塊 六百塊日幣我就覺得OK啦 一千塊我覺得小貴了一點點 不過他有湯真的不錯 那我就要回去民宿睡覺囉 很感謝大家對北海盜女婿的支持 上次團購墨許撞色保溫品賣出了四百多皮 打破了廠商的銷售紀錄 由於很多粉絲留言希望再開團購 所以我馬上又要求廠商加開 這次價格也是全台最便宜還送清潔刷 不過紅色還是全台大缺貨 可要等農曆年之後才會有貨了 另外Bruno多功能烤盤也是許多人敲碗想再團購 所以我又要求廠商一併加開了團購 廠商給的價格都很優惠 大家不要再錯過這次的團購囉 大家早安 我昨天睡得非常好 來住日本民宿有一件事情要特別跟大家講 日本民宿沒有在提供毛巾 浴巾跟這些牙刷 都要自己自備喔 不然就是這邊可以跟他買 那可以自備是最好啦 我現在在享用民宿提供的早餐 就是非常傳統的日式早餐 那這邊有幾道菜 1 2 3 4 5 還有一個這個煙霧喔 整個是無道菜啦 含一個煙霧喔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沙拉蛋跟火腿喔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豐富喔 純日式喔 都是這邊的owner做的喔 那我來品嘗一下 它早餐偏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日本早上一定要喝味噌湯 是不是很有那種住在日本家那種感覺的味道喔 非常的接地氣喔 在北海道有為數不少這種特色民宿喔 然後他們還有組成一個旅遊的 不是旅遊啦 一個民宿的聯盟 他們有非常多的民宿喔 幾乎遍布北海道喔 但是你要訂房的時候啊 就是只能電話預約或E-mail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訂房網站啊 或者是刷卡 所以通常都是用E-mail來溝通 或者是打電話喔 那這個北海道的民宿主人啊 大部分不會講英文跟中文 但是如果你用E-mail溝通啊 用英文他們可能有時候會用Google翻譯啊 那有的民宿呢 他們會問你會不會一點點日文 有的民宿可能覺得你完全不會日文 他們可能覺得招待不周 那費用都是現場付費喔 沒辦法刷卡 所以你如果預訂了日本民宿啊 北海道民宿啊 一定要準時的到達喔 如果你有什麼緊急狀況啊 一定要跟人家講不要no show 不要當一個失格的旅人 那我現在公佈這一次我住宿的費用 這次住宿一破二十的費用是 六千一百塊日幣 是不是超級划算的啊 夏天來住只要五千三百塊日幣喔 那冬天多了八百塊的費用就是 沒有跟這些外面的少雪喔 因為這邊是二四谷地區 雪真的超級大 所以他們要常常請人把雪帶走喔 那如果你只是想住宿啊 或者是想包早餐 你只要上他的網站去看 非常多的漢字 你應該都看得懂 因為這間民宿是在二四谷地區 所以這邊的民宿的老闆啊 多少會講一點英文 你用email啊 預約用英文都沒有問題喔 那如果你去這個 安納普利的滑雪場滑雪啊 那這邊的老闆會免費 接送你到雪場喔 是不是非常的活心呢 所以說你如果包車來這邊玩啊 然後沒有汽車的 那不知道怎麼到雪場 老闆都會載你去喔 下次你來二四谷來嘗試一下 這種日本民宿吧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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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